他茶香浓郁,味醇回甘,更是中医养生佳品。 他凝聚了宫庙的慈祭精神与历代制茶人的匠心。 六百多年,这块小小的茶匹经历了神样的传承和创新之路呢。 老敏南,带你走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林园万应茶。 茶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 闽南民间有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俗语。 这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产自晋江的林园万应茶。 喝茶咯,喝茶咯。 来,试一下林园万应茶。 我记得在我初中的时候,班上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准备一罐。 像以前我们这个医疗水平比较不发达的情况下, 大家就是家里就是夏天或者什么,都是会杯一些林园万应茶来喝。 煮一壶嘛,就放着,然后口渴的就去倒一杯来喝。 因为现在可能喝林园万应茶都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 林园万应茶始创于1368年, 距今已有650多年的历史。 在闽南,港澳台,东南亚等地,提起林园万应茶可谓无人不知。 坊间还流传着家有万应茶,安心一整下的俗语, 说明了它在闽南家庭的地位。 因它珍贵的中医养生药用价值, 林园万应茶于2008年以中医养生功效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住名录。 此前中医养生品种列入非宜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吴国卿,林园万应茶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 他告诉我们,如今的林园万应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生产。 传统药茶在现代化车间完成研磨、消毒、发酵等多道制作工序。 机器运缓的车间里,弥漫着传统药茶的清香。 我们现在的产品是以潜伏用机械化的, 国家机械认证来生产。 那我们现在这么大的规模, 我们所有的原材料, 我们的技术还是以传统的配方, 传统的工艺来配合现代化的生产。 传统的配方工艺结合大自然的药草, 使林园万应茶散发出迷人的味道。 林园万应茶,顾名思义,始创于林园山。 这里温暖湿润,草木繁茂, 是孕育药草的绝佳环境。 在林园山上坐卧着一座禅寺, 名为林园寺。 寺庙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 这里是千年古刹林园寺。 据林园寺的历代生产名录记载, 林园万应茶最早研制着, 就是林园寺的第31世主, 牧将禅师。 牧将,俗名张定边。 原末智政年初, 参加陈有亮率领的农民起义, 是义军将领之一。 陈有亮不敌朱元璋身亡后, 张定边来到林园山削发为僧, 自号牧将禅师。 他踏遍青山, 采集山茶、鬼珍、青蒿、 飞羊草、绝床、野甘草、 墨汉莲等17种青草药, 并配以中药。 用湿菇井的井水精心炮制菩提丸, 祭世救民。 如今,这口菇井还保留在林园寺。 这口井的水尽管很浅, 容量不多, 但是它不会干涸。 以前山上的僧众, 全部用这口井的井水作为生活用水。 林园万应茶最早也是由张定边, 墨蒋禅师, 用这口井的清澈咸水去炮制而成的。 六百多年来, 林园寺僧尼世世代代继承菩提丸蜜方, 民国时期动荡不安, 缺医少药。 但是林园寺僧仍坚持广施汤药, 救助万民, 使得林园万应茶美誉流传于海内外。 至今在林园寺以及周围的寺庙和街道, 依然保留着布施林园万应茶的善举。 1951年, 林园寺僧王广宇将菩提丸进行科学改良, 改制为万应茶饼, 使他疏风解表, 调味健脾的功效更为显著, 成就今日林园万应茶的原处方。 如今, 传统茶饼被送进实验室, 历代传承的药茶配方, 在这里得到了低血的警示。 林园万应茶总共有59种药材, 然后我们沿用了传统的配方进行配置, 运用现代医药科技, 对林园万应茶的配方进行了研究, 然后证明它确实有一定的药用功效。 现代药理表明, 林园万应茶有较强的抗病原微生物, 具备抗炎解毒、驱痰止咳等作用。 休闲饭后饮用, 能调节人体胃肠肌理平衡, 提高免疫力。 传统药茶的发酵利用了空气、 微生物以及制作者的一个工作经验来评判。 现在我们所有的每一道工具 都是买的一些比较科准的设备, 我们设备上它本身就带一些 控制点, 那会通过我们的一个酸碱度检测, 以及我们制点科对我们产品的各个指标的检测, 来达到我们产品的资料。 林园万应茶为纯中药制剂, 像这样的快状茶剂形, 是我们闽南人最熟悉的传统剂形。 后来, 随着技术的发展, 又出现了便捷的带泡茶剂形。 作为林园万应茶的现任掌门人, 吴国卿对林园万应茶感情深厚。 谈起这些年林园万应茶的发展, 他告诉我们, 这里从林园寺僧尼环俗说起,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寺中僧尼环俗, 不忍寺中之宝万应茶失传, 将秘方传授给当地林水、 增林两村百姓, 创办起了两家茶饼厂。 1982年的时候, 我大伯跟我唐大伯吴家茅, 谁受了王光义的传承, 就在我家的边上盖了一个工厂, 叫了年燕茶饼厂。 十二次我从小没什么事去, 总跑去找我大伯, 他们玩, 去那边看, 看着他们在生产, 从柴草药到生产, 到成品化验到出厂。 然而, 当时的茶饼制作品种单一, 销路狭窄等问题, 让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老品牌, 渐渐显得有些后劲不足。 后来我们安海镇的企业办, 跟近江市县政府的企业办来合作, 变成了零元技药厂。 一部分机器, 一部分就有那个传统的工艺, 不是那么的项, 销售不是那么大。 吴国卿从伯父手中, 接受零元万应茶后, 对原茶厂进行了改制和重组, 泉州市零元药业有限公司, 在零元山路挂牌成立。 爱拼感应的近江人, 在保持古老配方和产品质量不变的基础上, 对零元万应茶进行了制法上的创新, 使得零元万应茶焕发出新的活力。 因为我们寺庙传承下来的药, 它是非常地图特。 我自然接着这个传承, 我有责任把这个药做好, 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喝到好的产品, 好的药。 因为我们是六百多年的传承, 中华老制造各家会议。 如今的零元万应茶, 仍然沿用传统的制作工艺, 结合现代化的制药设备, 净化车间和检测技术, 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更环保、卫生、安全。 这个是我们的化验室, 从采购到半成品到成品都在化验, 都在检验。 那我们还有积极演化的一些产品。 我们有28个割药准制, 我们重点是在下一步, 继续演化一些新的产品。 现在,零元万应茶的品种已经发展到28个。 主要产品有零元万应茶, 维田美酱糖茶, 酱鸭带泡茶等等。 一个这么好的产品, 它以前一直以来都是在我们福建地区来销售。 其他省市或者海外, 它都是比较少的。 可是这么一个好产品, 它不应该是只在我们当地销售。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自立于所给它推广出去。 包括说有跟这些大型联所药店诊所的医生有做了一些学术推广。 国家废医保护协会成立的一个中医药委员会。 然后他们也是在自立于推广这些废医的产品, 这些废医的中医药产品。 许多海外华侨都喜欢把零元万应茶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携带出国。 他们相信, 零元万应茶能让他们品尝到家乡的味道。 许多人依然对传统制茶工艺留有一份特殊的情怀。 那目前就在我这个文化园里面, 我们把我们这些最原始的、最古老的工具, 都在这边在凑备来展示, 让后面的年轻人一代一代传下去, 知道我们这些万应茶最原始的制作工艺就这样传下来的。 古法制作零元万应茶的工序十分繁杂, 要先对药材进行切块、盐碎、锤挡, 然后按比例进行调配混合。 盐材料炒腰很脆,搅拌完放在这下面去蒸。 蒸完后呢,我们再倒到这个花销桶里面。 我们这个是压茶块的, 只是我们盐材料从花销桶就拉过来放到这边, 再冲锅这样的压石,压石完再把这个模具压上去, 我们茶柄就出来,出来完再放到这边, 拿到这个塞柄上,塞杆,这边就简单的几个工艺。 这个展览将来继续做成, 就是我们领盐万应茶, 从山上所谓的每道工艺, 每个故事,每个传承人都会在我这个展厅里面, 让我们海外的游客到这边来参观, 我们万应茶最延时的制作工艺, 最延时的制作工具。 这些传统制作工具早已斑驳 温润的木料上 仿佛还留存着传统制茶人的气息 凌元万饮茶 是自然与人文共同铸造的中医药茶精粹 小小的茶饼 承载着传承者的酱心 滚烫的茶饮 亦如同凌元四僧尼慈悲济世的精神 温热着我们的心 曾经在过头行门 就看到人在跟人生配 通过人的文理 人出人的花莲飘饮隔海 改了很多在我有志向求 人生来的生配 人年协议欢迎文章 人独苦于台北 老板南就在走入老航港 台下培 了解怀 我们做到每一年 每一句 当中的故事 不认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